落实全球永续发展目标之一 消除各地一切形势贫穷 以及大学社会责任理念 台湘市社会局自111年开办翻飞儿哨营队 今年四场都在数假期间办理 包含儿童理财营、环境教育体验营等等 这天在中兴大学举办财商品格营 透过认识各国货币和桌游游戏 让小朋友建立正确的金钱价值观 老师在台上教学生认识货币和各国汇率 透过各种有趣活泼的桌游和互动式游戏 让小朋友建立正确的金钱价值观 和基本的理财知识 就是像钱有什么长相 还有哪个地方有什么特色 储蓄在消费的时候 可以让消费的时候省下不必要的支出 还有在超商购物前 可以先列好购物清单 才可以避免自己又买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 在消费之前要先想这是需要的还是想要的 要存钱的话就是因为要 以后如果生病的话突发意外 这样才有钱可以去医院看病 社会局长送上大奖给学生加油鼓励 台中市社会局自111年开办翻飞儿哨营队 今年四场都在暑假期间办理 包含儿童理财营环境教育体验营等 这天在中兴大学举办财商品格营 学生反应都相当热烈 那我们希望就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给他有关理财 熟续的观念还有对环保的观念 那同时养成这个运动的习惯 那还有就是会让他们涉猎更多像中医或者是西医 有一些初步的一个概念 落实全球永续发展目标之一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贫穷 以及大学社会责任理念 社会局以教育投资的方式 累积儿哨人力资本 期待提升儿哨的学习力和创造力 在营队里快乐学习 记者杨中环、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